東京的開幕是7月23號 我不知道這次奧運開幕式是幾月幾號 東京奧運的開幕式是7月23號吧 來看奧運在運旗下舉行應該會吸引更多人去看 我覺得這場奧運會是 我有孫以來最特別的一屆奧運 因為這一次在疫情影響之下 東京已經說不會開放觀眾入場 那當場可能會非常安靜 那每一位選手都摒氣凝神要發揮到最好 我蠻期待的 在疫情下舉辦的東京奧運很刺激跟緊張 終於等了一年之後 現在也有奧運可以談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三天每天都要繳這個 就是你要吐口水 對你要教你的唾液 前面每三天每天都要 然後我們的頻率是三天之後是每四天再一次 然後再來是最後第14天 就是等於有點類似你 你Quarantine的結束出關之後 再來一次 大家回去試一下 你以為吐口水很簡單嗎 超難的好不好 他又一直提醒你說 你就是在做這件事情之前 你不能喝水啊 你不能吃東西 你不能刷牙 你不能抽菸 你不能哇啦哇啦 反正就是你不能破壞你這個喉嚨 跟口香爭辯的那種環境 那這14天呢 其實你的除了行動嚴格受到限制之外 像我們在下榻的那個旅館啊 就是因為他還有收別的日本人 他們一般的日本人 所以我們第一個樓層是不一樣的 然後第二個是我們的吃飯 就是我們有工早餐 然後早餐吃飯的地方 其實是在二樓另外一個空間 有點像原本的會議室 然後放了幾個那種會議桌 有長板 可是他中間並沒有隔板 然後就是你取餐之前 就是要拿手 用手套這樣去夾 然後而且我們也不被允許就是去 搭電梯 我們一定要走樓梯 就是有這樣一些非常多的限制 那他有講說 如果比如說你要買東西吃的話 你就只能去走路 走路就是來回15分鐘的路程 然後其實像我前兩天去試啊 就是我們轉角回家全家 全家就是走過約30到30的秒啊 可是你真的是 如果不是很確定你要吃什麼 你知道如果是那種有選擇障礙的人 應該就是會很抓 因為你可能就要看一下想一下 然後像我那天買了個便當啊 買了個泡芙啊 麵包什麼什麼 哇啦哇啦的 差不多就 動作已經算很快喔 我走回來飯店的時候 其實已經來回11分鐘了 因為他們的說法是說 他們門口請了兩個人24小時 就是讓你在那邊寫 寫你的時間 所以 說是如果你違反規定的話 就是要罰錢 然後就一直罰 可能最重就是把你的採訪證 或是說就把你送回台灣之類的 你在前面這四天是被限制行動 然後你也沒有辦法去訪問到 日本的民眾啊 我覺得 某部分來講會有一點缺憾 因為雖然你透過外電知道很多 可能日本人大概對這次奧運的一些想法 或是怎麼樣 可是你沒有機會 就是說真的去跟他們面對面的去問 他們的一些想法跟感受 第一個限制是什麼 你要跟選手距離兩公尺 為了這個兩公尺呢 我跟我們的同事們 就跑去跟製作部借了一支 這個很長的棒 大家如果常看日本的節目啊 或是那個日本的新聞 就知道說 喔那個就是他們專門有一個 Audio Sound在做這件事情 那這次就是變成說文字記者 他要去做這件工作 但接下來最大的挑戰是 當選手出來的時候 你只能問90秒 90秒一分半 你可以想見那個一分半的難度有多高 那我也只能說大家要開始回去 好好的訓練 怎麼去精簡問題跟採訪的技巧 跟能力跟功力 不然如果他們真的非常嚴格的在執行 選手進來可能還在喘 然後你可能前面前戲太多了 就已經過了60秒了 哈囉 後面30秒你覺得他能講什麼呢 這怎麼這個是很難做新聞的啊 最後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因為這次的東京奧運有33個項目 大概好像300多個小項 然後台灣其實這次是在18個種類 有拿到今天最新的就是台灣 就多了兩席 女霜 大家一定要看的一定是誰 我們的舉重女神郭幸存 他也是我們現在女子59公斤級 抓舉挺舉跟總和的世界紀錄保持人 再來大家如果對體操有興趣 這次體操很棒 我們拿就是相隔56年 拿到男子成團的四張門票 那當然其中一個指標就是 2017世大運 大家如果有看就是 我們的安瑪王子 林志凱 林志凱的就是這一個 個人安瑪項目 前三是非常有希望 我們的射箭 其實因為射箭女團 在上一次的李月曜恩也是拿了銅牌 射箭因為那個你知道這個 哇一出去那壓力超大的 然後常常有時候就是十分九分 然後有時候你會看到那選手就是 可能臨場風突然來一下 超衰可能就變七分 但是就是那種比賽是張力非常的強 所以我覺得射箭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那如果說奪牌的一些就是大熱門的話 還有包括說空手道的文姿雲 其實我是覺得就是 反正你就是內行的看門道 那外行的湊熱鬧 奧運也不過四年一次 然後今年又因為疫情 然後又延了一年 想看就是就給他看下去 其實四年就這麼一次啊 我覺得搞不好你們在班上 大家會有些話題 啊對對對同學 我漏了獎我漏了獎 一定要看游泳 我們的蝶王 台灣蝶王王冠宏 他之前是現中的學生 然後現在是台師大的 台師大的選手 那個 好了我們是比較沒水準一點啊 因為他是蝶王真的很厲害 但是他的身材真的是 Burr棒 那總而言之呢就是 反正你們自己有興趣的就 就點去看 反正不喜歡就跳去別的項目看 那我覺得這種東西也不需要說 人家一定要怎麼去推薦 因為每個人的興趣是不一樣的 那就看自己的選擇 我們下次再聊 好 中文字幕——YK